好 回到新闻现场来看 这个最新现场是国民党中常委补选上午进行投票 而立法院长王金平也要回到高雄县党部来投票 向前如何 连线给记者高梦楼 好了 主播 国民党选上第一次的中常委补选呢 上午在高雄县党部也是同步的在进行 那立法院长王金平是回到党部来投票 那目前传出这个中常委补选有这个配票换票的情形 王金平怎么回应我们先先看他的说法 应该没有听说过吧 而且防护兴党部 这个王主委虽然否认过了嘛 他也澄清过了嘛 应该这次选举是非常的平静 看起来大家败票的情况也减少很多嘛 好 好了 我们看到王金平是非常低调的回应 这次中常委的补选呢 国民党在占领五身严谨配票跟换票 不过全文还是不断让马总统非常的震怒 那由于话题也比较敏感 王金平还是选择低调回应 以上是现场的正经情 请向镜头交换棚内主播 好 谢谢孟柔 我们看到呢 这个对于中常委有没有所谓的换票的传言 刚刚这王金平表示了没听说 而且这一次的投票可以说非常的平静 对于中常委员的带领五身严谨配票 好 谢谢大家